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掌声有请 参考老师 非常高兴 就是纽约文化沙龙 然后我要感谢Eddie提供这样的会场地 Eddie是美国特别的传奇的音乐制作人 然后你们以后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大师 跨界的大师 还有感谢韦华 我的那个publisher 当然是纽约文化沙龙 其实我特别不会演讲 因为我画画的时候 如果画画的人特别能说 就画不出来了 但是我看着我的话 我还是能说一点的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 其实我今天有个很小的主题 就是我在想我过来说什么 因为如果知道我的人 他也知道了 可能就是看过我的话 不知道的人 可能今天来 也是通过知道的人 所以从国际上应该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但是呢我到了纽约 我特别喜欢纽约 都自己笑 都朋友笑 然后就是因为感谢互联网时代 就是 大家都爱看这些视觉的东西在网上 然后还感谢中国的网络封锁 大家都看不到国际大师的作品 在国内找一些有趣的人看看 所以我就得以这样的现象 就是让我在国内稍微有一点点知名度 但是我觉得我在看我微博的数据 基本上70%是女生 然后百分之二十几是男生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比例 还有就是比较年轻的 有的人都是中学生 然后一直到大学也有主要是中学生的大学生比较为主 然后还有一个小部分比例是编辑做文化产业的媒体员 然后我的漫画有两次被入选高考的女文名词 然后还有一次被入选一个暑假作业高中 然后就是让那个叫什么 高考的那个题目就是让放了一幅我的漫画 然后写几句评论说这个寓意是什么 然后结果我害了好多人 因为其实我那个是没有标题那幅图 然后那个语文老师自认为是一个故事 但是其实中学生的搞清楚 然后在他们做暑假作业的时候 还有人会私信给我他说 Tango 老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接写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特别害人这方面 不过我先来说说 也许有人不是很知道我 我先简单地解释一下我自己 那么我的名字叫Tango 就是我画的一幅Tango 这是我理解的Tango 但是其实我不会跳Tango 我特别喜欢跳Tango 但是我不会我很爱Tango 所以造成了那个上海有很多Tango俱乐部 什么叫跳舞的 就是他们在他们说那个 在网上一搜那个上海Tango 首先搜到的就是我 然后他们就希望我去那边跳舞 但我就是到了那儿可笑的就是 因为很多人认识我 我到那个Tango俱乐部 他们都叫我Tango老师 然后我感觉我已经会跳了 然后对我在做广告公司 我已经做了十二年广告 就是包括去打工 打工了三年在一个很国际化的广告公司 然后又自己做广告 其实做广告就是以前是我的梦想 就是梦想实现了就再也不是梦想 然后我觉得做广告就是完全是为客户服务 就是客户的审美就是你的审美 然后就是作为艺术 有艺术志向的人是很难忍受的 就是说其实很多都广告人一样 就是广告人堕落的人特别多 要么就去唱摇滚 对就是像我学校就是被客户压破的 所以我那时候解脱方法就是出去划涂鸭 这个就是我以前大概是2005年 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快速涂鸭就到街上 因为有城管啊有巡逻啊 然后我们就快速拿有桶 然后赶紧想个主意就往往来涂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我经常涂的方法 就是我就是把桶和我一般都是画黑白的 我就是因为快嘛 然后在在网上容易辨识 所以那个就是我画的涂鸭 然后我经常去 其实我的这个头像 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涂鸭的头像 我老把自己画在各种墙上 那时候故意把自己画很年轻 然后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电子音乐 所以就是上海有很多 这种地下的电影排队啊 他们都是找那种废弃的学校 废弃的搬迁的房子 什么的 然后进去就赶紧布置一下 那么需要一个快速的那个装饰 所以我老是被他们入到他们团队里去做这种事 那我就趁机把自己都画上去 就是我觉得特别爽 就是你觉得搬你三更做这种事 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特别放弃啊 我觉得就是好像找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通路 你可以解脱 然后我也非常觉得上海是个很奇怪的城市 就是说上海其实是个殖民地城市 然后就很多外国人奇奇怪的外国人 就是 然后他们把他们这种很诡异的文化带到中国 我觉得在纽约这个好像 我都看不到 因为我可能不在这儿生活 但是上海我曾经参加一个活动 就是一个法国人 然后要我晚上去 参加一个party 说症状 阳楼什么 每个房间他们都涂了各种画 然后我也去涂一个 然后我就去 他们说是画展一个多媒体互动啊什么的 就是各种艺术家都在那儿 我觉得哇特别好 然后我也去涂 我觉得那个墙特别新 然后反正这个艺术家涂了我也涂 然后我说这个真的能涂吗 他说能涂能涂 然后我就涂 然后结果就是一晚上 然后一楼是放音乐跳舞 大家喝酒聚味酒 然后三楼二楼三楼四楼都是 那种互动视频的作品 在墙上乱涂的东西 然后到了凌晨 然后我就问那个组织者是个反国人 我说这个楼是谁的 我说这个楼为什么能够怎么涂 我觉得因为我在上海人 我觉得很谨慎 我觉得外国人觉得这个无所谓 我觉得我是本地人 可能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楼是谁的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就跳我们进来 说这个楼一直空着我觉得 他说我觉得这个楼一直空着 我就觉得可以办一天的party 然后他就把门全跳掉了进来 然后我就吓死了 我想让这个 而且很奇怪 上海这个邻居也不投诉 半夜三更这么吵 因为他们可能 他们也搞不清楚 是不是这个主人在办party 是吧 所以我觉得法国人 就很有想象力 在上海 就是用各种的机会 做各种的活动 这个我走踢了 然后就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但是呢 在中国有问题就是 这个画涂鸦的人就知道 中国的油漆是实际上最差的油漆 就是说你这个覆盖能力特别差 然后这个化学的那个挑食剂的味道特别浓 然后觉得身体不好 你要做真正涂鸦 你必须买那个进口的那种涂料 它覆盖能力强 但是超贵是吧 就是 而且那个颜色也不全 所以你做到后来呢 就是说 除非你想保护自己是吧 你可以戴个防毒面具 但是呢 你到街上很快就被认出来 然后 所以你也不敢做 所以就是 后来我觉得涂鸦这条路 我就不能走了 就是 半夜三更出去涂鸦 就是危险性太大 后来那个 后来我就改 想别的方式发现 那个时候我就去那个 那个咖啡馆 然后那个 看到那么多 时尚打篇 或者杂志里都是各种采访啊 都是 成功人士啊 什么的 中国特别讲说这种 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好多英雄 然后 我就在给他们画漫画 然后我就在他的那个 大头叫马上在画一个很丑的他 但很像 然后我就觉得 很发泄 就是 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就 画了好多 然后把我周围的咖啡馆的那种 咖啡馆的画 然后后来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然后那个 然后就反正我经历了很多 就是想寻找那种发泄的方法 然后最后呢我就 那时候2010年就是微博开始实行了 就是 就像现在微信一样 就是说你必须每天 写一点什么 告诉你在哪 是吧 就是拍点菜的照片啊 那你到 到武汉啊 然后那个 那你写一下 那么你武汉的朋友就会 你也在这个城市 我们月份啊 什么的 所以 所以大家都实行 就互相之间联络 那时候没有微信 好像也不会用短信去通知我到哪 是吗 然后那个 那么我跟 我的朋友就特别想让我也写 就是我到哪 什么的 或者在干嘛 我说我特别不会写 就是做艺术指导 美术指导的就是 我负责画 然后专门做考证 有个人writer 是专门写文案的 我说我是最讨厌写文案的人 就是我不会写 那么我说我只能画 然后他说不行 那个画 就你天天画 这个微博需要天天更新的 他说 我说天天画 也没什么 我就天天画了 当然 那你说一定要天天画 我说这个什么 然后就给他打了个毒 所以我就开始每天画 每天画一开始就是画 什么同学的脸 什么就画得很丑啊 互相因为 你画画就是想引起注意嘛 在写微博是吧 引起同学的评论 引起朋友的评论 那画到后来这个 都画完了是吧 就 那只能再画一些 想一些好玩的东西画 那么你天天就得想是吧 就是想完了这个明天 然后说你再画 你再画 然后我就再找 后来就找出引来了 就是就是 就特别想画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画到大概 对画到现在 但是我在前 四年 就是2010年到2014年 这四年我是几乎天天都画的 我叫Pango 一日一画 我总是每天能画几个想出来的好玩的 但到后来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 就是一个是 画了四年 我就觉得不新鲜啊 是吧 每天因为你逼着自己想 老人很容易想到自己同一个频率里面 就是相同的概念 很容易重复使用 就是突然画了很多毛 就是比如说 我是觉得这个事可能要稍微缓一缓 所以后来我改成那个Tango 都一会儿一画 但我是尽量没听过画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能停 就是停了就是 再也不想拿起笔了 不过我还是画了 我大概六七年中间 已经画了两千多幅画了 所以这次来美国 我就拿出三个豆腐交给出版社 出版社在选出来觉得是 这边美国人西方人理解的幽默的话 编成了这本书 那么可能这个内容 跟国内的书有类似的 就是雷同 但是可能就是 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 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可能人性的东西方面都一样的 大家觉得这些话能感动人 是不是在美国也能感动人 这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的话 那么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部分的作品 可能是 让不知道的我的朋友了解 这个是我后来做涂鸦 后来不是因为 这个油漆有毒吗 后来我就开始做贴纸 然后就 就把我的身上做了很多贴纸 这样你就 就不用 而且特别省时间嘛 一贴就走 然后这个就是我贴在那个墙角上 就是说 那个如果人从那边走过来 他就埋伏在那边砸你 就是那个 然后专门是设计的涂在墙角上 我们那边是个team 叫T2&Tango & Taux 托之另外那个是法国人 然后我们组织了一个 因为我是出生在法租建 就是那边全是法国人 所以他们特别爱做这种奇迹古怪的事 就把我合伙 然后这张 对 这张是我当中的一幅 也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画的一个作品 我一般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 我一般是无主题的漫画 就是每天不知道想什么画 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商业要做什么 就是我觉得哪天有什么好玩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这幅画呢 是因为我做广告嘛 就是我做时尚类的广告 所以就是经常接触这种时尚画 包括卡拉克菲尔德也很熟 所以我当时就很难问我想 卡拉克菲尔德老戴着眼镜 他不戴眼镜什么样 然后那个突然有一天 我看到人 杂志上有一张他不戴眼镜的照片 但是我是美院毕业的嘛 然后我们以前画过个石膏 石膏像就叫贝多芬 然后我就愣一眼看 就感觉上他没戴眼镜的照片 特别像贝多芬 然后我就像做数学题一样 去推荐他为什么向我对走 所以就乱画成了一个 就是在一个酒吧里画的 就是 对 但这个画我在2015年的时候 对 在巴黎有个展览在一个画廊 后来那个 Chanel 因为他是Chanel的创意总监嘛 Chanel就派他们的那个 公关总监来把这个画买走了 因为那个我的画廊就是做海报的时候 他觉得我的画跟巴黎有关的就是这张画 所以他到处贴 然后就被Chanel看到了 那么据说他们据说是卡拉格格专门收藏 就是只要画他的人他都收藏 因为我想那个公关总监干嘛要来收这个画 就跟他没什么关系 是吧 但是画廊老板告诉我的 所以这个画在法国挺有名 就是 好多人因为这幅画知道我 所以我被 经常邀请去那种法语区的什么漫画家大会 然后有一次那个漫画家大会还在那个阿尔吉利亚 然后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漫画这个是 给我带了很多奇怪的经历 就是我去这种不会去的地方 然后这个也是我当中的历史的话 这个也是很无厘头 我觉得我这幅画当时有个标题我自己写 叫做 爱因斯坦是科学界的雄狮 乱写的 这个也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 就盯着那个想他们在说什么话 但是如果你就要想到他们在说什么话 你肯定会变出奇怪的话来 这个是我 我经常替动物焦虑 以人的心态去替动物焦虑 我画过很多动物 所以我有本书 就是叫I have a dream 就是讲的全是跟各种东西的梦想有关 硬把梦想加给别人 这也符合我们中国梦的 这个也是我 你如果生活当中经常问为什么的话 那么就会有这种图出来 这个狗为什么 这个腊肠狗为什么怎么长 吃了一根很长的骨头 这个是 对对对对 其实我很讨厌 不不我不是很讨厌 特别觉得在纽约啊 就是谁都在健身 然后显得我特别不健康 然后就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不能生活在纽约 我特别爱纽约这个城市 所以我觉得这个纽约压力更大 这个压力不知道怎么缩解 因为运动也是缩解压力的一部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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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方式 我其实画了很多画去嘲笑健身 但健身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有的人是过了 是吧 非得去健身 可能他实在没什么事可以做 不是说没什么 就是说他空下来 他好像没有什么追求了 就是健身 我画了很多 大家可以 其实 对对对 我以后可以专门做一集 就是 就是讽刺健身 我觉得健身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来 那个 另外的方法来实现 就是对 这个是 其实我 我很多画都是孤独的时候 一个人在工作室 就是抓着什么东西看半天 然后去想一些故事出来 这个就是我扑克牌 我觉得三个人肯定有什么关系 然后 我就 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 每个人的心理投射不一样 就是 你什么理解都可以有 这个法国人的想象力最多 后来我这个 这个我画了这个以后呢 后来我 前一阵子不是画了好多牌吗 如果看我的人知道 就是我画过很多牌 然后在现在就是 就是国内那个杜蕾斯 那个 然后 这个品牌来跟我联系 它说能不能 把你画的牌做成一副真的不可牌 然后 然后 他们要 明年三月份搞出销活动就是 买两盒饼套送一锅 我觉得 我觉得 幸好我女儿在美国都说了 她在中国看到了 她爸爸画的成饼套有关 那个 出来的那个 所以这两天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再把那个大小王画出来 我就把它画成彩色了 这个是大小王 这个我觉得 突然觉得 给我指了另外一条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的画如果天上色彩是挺好的 但是我为什么老画黑白呢 是因为 就是 因为我每天都要画嘛 然后如果你在衣服画上时间 花得太长的话 也许你第二天就不想画 所以我就控制这个 就是我的这个时间 就是让我正好做掉 就是说我有个想法 然后 我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能画完 把它放到网上 就再剪不管了 就是扔掉 那么你就第二天 还愿意做 否则你今天花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不睡觉 然后第二天你就受不了了 是吧 就是我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我的极限值 是这样的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那个 所以我想以后 如果我要画彩色的话 我必须是全职的彩画师 可能我就画彩色 希望有这么一天 因为这个不赚钱 对不对 我画过很多那个 那个床 床有关的 而且我不知道画了很多猪 我很喜欢猪的那种灼劲 然后 对 然后这个是呢 这个是我在法国的机场 然后我 我下了飞机 我就特别尿急 然后就赶到厕所里去 然后没有人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那个 烘手机的下面 有一张指示图 教你怎么用烘手机 然后就有两个手伸在那儿 教你怎么去用 然后 因为我对这种图形特别敏感 就是我觉得 这个好像有个仪式感一样的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能画个什么吗 所以我就一直放在脑海里 就是 去想把这个 我看到这个 我感觉的仪式感给画出来 后来我就想了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 一个那个 烘手机是很孤独的 他过生日 他自己吹蜡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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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孤独 这个是我 无意义地画的一个猫 就是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然后 那个 我这幅原画的意思呢 就是 早上就会有能量 就是 早上太阳照进来了 猫觉得自己像老虎了 就是 精神特别好 只想把人说一天好的开始了 所以这次呢 这个 就因为这个画 这个意义不是很明确 但是呢 又觉得挺好玩 所以呢 很巧的是 就是 美国的这个编辑 就用这个 用把这个画 作为我书的封面 来做这个 我这个 backside of the moment 这个的 因为他在看它的背后 就是 这个书的那个封面 就是这个 我觉得挺好 然后 我 我登了这个书 封面之后呢 就很多人 我的 微博上的粉丝 就给我传 说他们看到过这个现象 然后他们就 他们家的猫就是这样 他们家的猫就是这样 我觉得 哇哦 这个好 然后呢 说书的时候 这是我国内出的第一本书 叫睡不着 就是我当时画 画了三年两年多的时候 就由出版社说出本书 但是国内就是 就是我要推广书嘛 现在我来纽约这个新书 就要推广 然后 好像国内就 买书的人 都是要挣着半天 是吧 我这本书才 三十块钱不到 二十多块钱 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个广告 我说那个 我这个书就跟一杯咖啡一样 便宜 我说你们买咖啡 所以毫无犹豫 这个买本书 就不要犹豫 就是 但是突然 在美国 我这个要十五美金 什么好几杯咖啡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 我这幅画也流传了很多 其实我 我特别想做个专辑 就是 我不是说那个健身 没什么好嘛 但是 但是你又不能多吃 是吧 也会那个 所以那个 我就想画一组 那个 怎么让你不想吃的 那个 对那个 你的 结实 瘦身有力的 那种画 每次那个 看到的就想吃 这个 很多人帮我做了个动画 在网上 有好多版本 都很好玩 但我今天没放 以后我可以放给大家看 这也是我画的一个 中国有个叫 主熟的鸭子飞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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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就画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这个 然后前阵子我不是腿摔伤了吗 我也是两个管张 然后后来我的那个粉丝就说 他说就因为你以前画了这个画 然后他们就把我挖出来 给我看 所以我就再想起了这幅画 这是我对当代艺术的思考 我觉得收藏家 收藏什么艺术作品 就是跟自己有关的作品 我觉得收藏的本质 就是当代艺术 你虽然看不懂 但是你明明觉得 这个跟你有关很美 然后你就会收藏 跟自己相关经历 或者兴趣爱好的艺术作品 所以支架钱很容易收支 跟剪下来的支架 像类似的作品 但这个作品被很多画廊 就作为买回去 作为放在这袋使用 在上海 后来他们有一个 上海有画廊什么 一个展览还叫我去 真的墙上画了一幅 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是我画了一个 我画过这个 我想手指头可能都是 每个手指头的一个人在对话 但是我想也没什么意思 你画出来对话 后来我突然发现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结了婚以后 你就再也不能跟朋友去喝酒了 就是那个手被那个戒指给碰到过去 这个很多外国人很喜欢 就是 现在我在做展览的时候 我在巴黎就是这幅画 被要的最多的 但那时候我不卖 我就做展览 所以就没有卖 这个做T恤商也很好 这幅画也是我在网上比较有名的 就是我2014年到2015年元旦晚上我画的 然后我就放在我的tumblr上面 然后就一下子晚上就转了大概五十多万 然后我的tumblr一下粉丝就涨了一万多 就是外国人很多人 就到中国人不涨 因为中国那个 我放了很晚 就外国正好滞后一天嘛 像美国 但是后来我的tumblr就是因为 国内不是要VPN 要关掉了嘛 所以我就再也不更新了 我就一气一下 我就不更新了 所以其实就是 也是个损失 现在 现在我到美国 我发现这个social media很重要 所以我就去年开了那个instagram 但是其实我tumblr其实运营了更久 我很久以前就放tumblr 但是后来就断掉了 那我是经常用腿来画 那个新年的交替 就是2014到2015 2015把2014 把4给剔走了 然后后面还有系列的 但是我 这个是我2016变2017 有今年的年初画的 就是啊要再见 这样子 对我一直用腿在表达这个 所以他们说了 我跟新年有一腿 这个也是我就是日本 那个tunami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是处在一日一画的 那个状态 所以我那天必须画 那天我很难受 因为这个日本很惨嘛 那天就是那个大海啸的时候 然后我想我也不能画搞笑的事情 是吧 就是那个大家都很悲痛 但是呢 这个日本的话题又很难 很难出动 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 就是啊 就是你说日本怎么样 也有人说你卖国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猫 因为我觉得猫 这个日本人也喜欢 中国人也喜欢 我就发了一个中国的猫 在支援小弟弟里 小日 那边不是 政策错误 政策错误 那个 对 基元那个兄弟临邦国家 那个 所以这个 这个话后来在日本的 雅虎上转了很多很多 后来那个 中央对视台来采访我 什么东方自治 是吧 东方自治 对对对 说过兄弟话 这个话 把我的这个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源头告诉我 但我觉得中国记者的那个 就是中央这种记者 就是很很主观的 就是他很很 就是很中央的 反正看地方 他就一定要我说 你是不是受那个猫书的那个 那个那个 对 你就是 启发 那时候不日本很流行 一个猫猫书是吧 猫猫 我说不是 然后 然后他们报到上来 非得把这个写上去 受日本的猫书 什么的 就是 对 这个也是 这个我是 这个我画了很多猪 其实我 他们说我一点都不清真 因为我画了很多猪 然后那个 只是一个 呃 我画的猪是跟他的命运在搏斗 因为我觉得那个 这个 这个虾袋就像那个 那个香肠 对吧 他的 他的宿命就是变成香肠 他一定要跟这个宿命搏斗 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的状态是吧 我们都跟自己的命运在搏斗 然后前几天我在那个 呃那个 那个 我在纽约不是做的一个 艺术的餐 呃 艺术晚餐的一个 夸杰合作吗 跟 跟君子厨房 然后他们当中 他们叫我去做setup 就是用我的曼花来 我们做setup 后来 我们做了五道菜 当中一道菜我就用了 我就很慌 对 当中一道菜 他们吃那个 tabby肉 tabby肉 我说你们就把它绑一绑 一根绳子 然后我在旁边画一只小猪 就是我说这是纽约的现状 就是要跟命运搏斗 奋斗 然后这个 还有发展 结果发现吃完了以后 是一个脚索 这个我也没想到 就是这个命运 最后还是搏得不过 怎么还要一个脚索 但是我不敢说 因为这个不大激励 在身上 那我画了很多猫 就是那个 我我我现在说的都是一些 我比较那个流传的多的一些漫画 各位大家不知道的人了解我 这个是我画猫的时候 我画那个 因为中国把它叫猫王嘛 因为我也不理解 他为什么叫猫王 好像我也没查到 他的远处处是什么 后来我就自己给他找了个理由 猫王是一个情况 然后有的人真的相信 这个也是啊 我画了一个 就是我拿来想 就是这个东西啊 跟我在想什么 这个有点强迫症 就我拿来想 因为我有猫嘛 然后我拿来想 他晚上 我睡觉他在干嘛 然后我在家里 一下下这个场景 就会脑补出一些 这个可能他要干的事情 对 这个就是一个高考题目 就是这讲话 这个其实很难写出这个寓意的是吧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只不过觉得 这个猫的阴影有点像把伞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阴影 就像把伞 我就旁边把它画在把伞而已 我就觉得可能是他觉得他也是伞 或者可能是觉得他就想玩 他有意识天分 他觉得可以根据他的影子创作很多东西 是吗 就是有很开放的结果 但不知道那个老师就非得要有一个唯一的答案 所以就是 这个是我最近做的一个展览 因为有个上海有个创意市集 让我去做一个很小空间的展览 后来我想我已经做了很多次展览 我就想再把我的画挂起来 然后我就把我的猫的那个部分的 那个 那个所有的画 我就把它印在这个沙盘的沙底下 所以大家 我就做了一个真的猫沙盘 就是猫厕所 然后大家进去必须用脚手 把这个 沙坡开就能看到我这些所有 跟猫有关的漫画 所以就是 就是来了很多人都在那扒呀 就是 就是 变成了自己是个猫 是吧 还体会一下自己是猫的那种感觉 很开心的 就当全女孩子没有男生了 对 最近我画了很多扑克牌 但现在我已经停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画是没有方向目的的 是随机的 就是那天我看到破坏我想画的 就可能突然一阵子都画了 就是那种心血来潮 这就是我画的部分的东西 但我画了五十多张了已经 就是当中那几张 就是 就是因为画的太性感了 所以杜雷茨来找我 这个就是我画的人生三部曲 这个 刚留学 不是留学 就是学习 就业了工作 然后老去 就是很短暂的人生 当然不对 后来我很多那个 微博粉丝的留言说 这个读博时候就这样了 对 这个之前就是我大概的 就是可能大家不了解我的任务 我都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是谁 然后呢 有很多人问我就是 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或者思维方式去把这些东西画下来 或者你想到一些 怎么想到这些想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就是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比如我 我觉得我有百分之五十得益于我广告公司的精力 因为我们广告公司就是高强度的创意 每天要拿出方案 明天刻骨再否定 然后你回来不再 就是 就是你变成一个强迫性的思考 就是 你已经准备好了 反正你给我什么 我都能想出来 就是那种 就是好好画画都能想出来 那么 所以创意那么也有些原则 规则是吗 可以做的 就是一些 比如倒过来写啊 挣过去啊 然后从另外一角度看啊 那你绕来绕去 总能绕出一个什么结果来 这是我的一个 职业的那个习惯 就变成一个 思考的强迫症 我老要去想 这个东西为什么在那儿 然后 所以就是 就造成了我生活当中 就是经常看这些 奇怪的东西有想法 那么我觉得这个 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试试 就是 因为你每天都会 碰到一两件好笑的事 所以我觉得 你把这些好笑的事 如果能记录下来 稍微加工一下 肯定会让你的朋友笑 是吗 因为他们跟你是同一类人 所以我觉得 感动你的东西 一定能感动你周围的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 可以每次你突然有东西 感动你的时候 你不妨就是 就是有意识地把它记下来 不是一代而过 就结束了 这可能是我的职业习惯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 这是我以前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公司楼下 有这样一个标志 我每次过马路的时候 就在看 然后我就有一天在想 我说这个是不是在说 那个自行车 想变成摩托车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然后 这个你只要想到了 好笑 你就这告诉你的朋友 我的那个大楼里 很多人都来看 这个态度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我觉得 概念都是你加给他的 是吗 就是保持一种 就是各个角度看问题的方法 然后这个也是的 我是在一个空港里面 就是机场里面看到一个标志 一个女生的标志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能那个安检 那条通道是专门给女生安检的 然后看 然后就在想 是个特别像 换个角度就特别像恐龙 所以我就说 那个女生换个角度 肯的确是恐龙 然后也遭到很多女粉系的那个 那个掉粉 我就掉粉 对不起 这个我打错了 不好意思 对 我今天呢 我这个漏了 今天我其实有个主题 刚才是一个铺垫 然后呢 就是想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在干嘛 其实我是一个业余的插话师 就是我特别想变成职业的插话师 但是在变成职业之前 因为业余是一点都不赚钱的 所以我还靠我的广告公司来养活我 所以就是 但是呢 但是这个不妨碍我做很多关于插话的思考 那么 这个不好意思就一个字 其实我这个是一行字 我叫先天下之乐而乐 然后 可能那个 可能他不同意这个电脑 对我一个 让我有点忧虑 然后那个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其实我画了两千多幅图 其实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 就是中国文化认同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除了画这些 就是看到的各种东西 其实我牵涉到了很多中国的元素 因为我毕竟在国内生活嘛 然后我到纽约 我发现这边的 其实中国意识很强的 就是如果中国的中国人在外国 包括在巴黎也是 就是 我觉得就是 怎么把中国文化 因为大家都在说中国文化嘛 就是 但是我觉得中国文化把它 被现代的这种概念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之后呢 就是很多事物都在国外发展 比如餐厅啊 大家更关心中国的各种东西 大家想消费中国各种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现代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 除了那么多 各种商业的行为就跟不上 因为你特别想在自己商业上 添加一些中国的元素进去 但是往往很难添加 要添加就添加成熊猫啊 龙啊 是吧 就是中国的各种餐厅 在有些 当然我看到那个军事餐厅 特别好 很现代 但大部分的这个 包括美国人 开什么瑜伽名乡馆 然后里面也是放 竹子啊 大雄猫啊 龙啊 他们也搞不清楚 中国文化是什么 是吧 就我觉得 很混乱啊 其实我觉得 应该做一些中国文化 那种幽默 然后让外国人能理解的方式 呈现出来 所以呢 其实我做了一些 尝试 我就特别想 在以后呢 就把这个事做得更深入一点 我今天去谈谈 我对中国文化 就是怎么用幽默的态度 怎么去做 可能会被慢慢的理解 所以现天下之乐而乐 因为中国人 是现天下之悠而悠嘛 是吗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就是为什么不幽默 就是因为他责任感太强 就是不活在当下 是吧 就是一定要 就是责任感和快乐 不矛盾呢 就是你越快乐 也许责任感越大 是吗 我先举几个例子 我说的是 这个跟中国文化没关系 那个 我其实爱 就是我说的 我跟外国人的一些交往的经历 在中国 也不是在美国 我特别爱在家里到处画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嘛 就是回到家 我就看到墙空着我就想去画 因为我以前画涂鸦嘛 就是特别熟悉的见到 就特别看到白的就想涂 然后那个 这是我画的门 就是 这是我的猫眼 门的猫眼 就是我上一个工作室 在同一个楼里的 然后那个 我就每次就会把我的猫眼画个东西 就是 有快递小哥来敲门了 他会 我已经跟他互动过了 是吗 我已经留下 我在看你什么的 然后这是我 这个第一个工作室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我第二个工作室 然后我就把这个猫眼画成海盗 然后我就写了 I see 有这个英语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音乐不好 然后那个 对 这个就是我画在门上 然后呢 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然后我的隔壁 单元 是吧 那个后来 我看到那个房东在大扫房间 我说 有人要搬进来 他说 对 有一对英国夫妇到上海来 他想住在这儿 然后 我想 哎呀 我想 挺好的 然后我就马上准备了那个 巧克力 我想那个心灵具来 什么外部人不是都要 say hello 是吗 我就准备巧克力 想跟他们那个 say hello 但是呢 因为我是 我自己 做公司嘛 所以我的 那个 做期时间特别 不正常 我是 晚上很晚回来 早上睡得很晚 再去上班 所以那个英国夫妇是 很 很那个 那个 时间的 早上上班 晚上回来 吃饭睡觉 所以我就 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们 就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们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 他们是不是 他们也不来敲我的门 我想啊 应该 他们也应该来拜访 拜访我 是吧 我来说一下 然后我看 是不是我这个 吓到他们了 他们觉得 我这个很不礼貌 因为我们在一个单元 他们先看到我的房子 再进到他们那个单元 后来 就一直没在上面 然后有一天晚上 那个 我就睡在床上 我在想 他们到底是谁 然后那个 然后我的那个窗户 还能看见他们那个窗户 一点点 黑洞洞的 就是 然后我在想 我想有一个方法 我可以知道 他们一点点的信息 就是 Wi-Fi 是吗 因为你打开那个手机 有个Wi-Fi的名字 至少我能知道他们 谁叫什么 Johnson啊 什么的 是吧 我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我就去翻 结果一翻了 我就吓了一跳 他们的Wi-Fi名字 就叫 I see you 我觉得好苦啊 原来就 英国人好阴险 我觉得 我最后也一直没有碰到他们 就是最后一直也没有碰到他们 所以我就觉得中国人跟外国人好像很难交流 就是我已经想那么好 他写了英文 还准备了巧克力 就是也没盛上话 就是 然后 对 这是在上海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到中国 他们就不理你了 是吧 在国外很好 谁 华尔佑听钱说 是吧 就是我觉得到中国 他们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这是我碰到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要写成中国的幽默 他们才能理解 是吧 这个太恐怖了 可能对他们来说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那个 在酒吧里有一次 有个外国人问我 这个中式的厕所怎么上 然后我就是解释了 完全也解释不了 然后我就画给他看 我就想 哎我看你们不是会滑雪吗 就是只敢蹲下去 朝着这个 然后我就 其实我是无心 就是他现在理解不了 怎么头床拿 然后对对对 我就画给他看 然后他特别感谢我 然后他就把他拍下来 然后他估计是每次上厕楼的这件事 他拿出来看起来 照着这个动作 这个蹲下去 这是我看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外国人 你只要用拥抱的方式 给他解释 我觉得还是能解释得通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中式的东方 其实这个厕所不是中式的 是最早日本 日本传过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东方 其实差不多 什么就是很内涵 很谦虚 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还是有可以沟通的方法 你只要找到一条很对的路 用幽默 可以把自己的东西 解释得很清楚 当然 当然厕所不是很好的例子 这是我 我很喜欢的一个叫 K K 什么 那个 日本的穿法师 他画过这种 他说 西方人说话箭 东方人说话箭 这也是他对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理解 我觉得这个也说得很清楚 一下就知道 但是中国人外国人都能看得懂 就是 试图建议交流 那是很好玩 所以我就 我就 也画了一大堆 试图解释 中国文化的幽默的东西 就是 我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其实我都是从我的两千多幅漫画里 因为其实我每次画这些都是有意识地想给外国人摊懂 那我有个宫廷系列 就是 就是画那种皇帝啊 就是中国那个你想爱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最就是 是 汉服啊 那个 黄袍啊 那个 妃子啊 侍女啊 将军啊 所以我就画了一点 这种类似的 这个是我印象化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桌球 特别像中国那个清朝发明的 我觉得 就是这个整个建筑结构 包括 这个氛围啊 这个外国人很喜欢 我的那个外国朋友很喜欢 就觉得这个 很有意思 很像 这个就是我也被 在国内查了很多的艺术漫画 我觉得这个 格格或者那个飞 这个侍女 她这个头饰特别像一个电话 然后这个 我就想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让外国人们记住 这个头饰的形状就像电话 这是我画的一个皇帝出幼图 然后我一直在想 这两个大扇子干嘛 老那个老的电影里 这个古书里面看到 是吧 这个到底代表什么 然后我就想 可能这种用 就是这种用途 然后我觉得 这个太监老跪着 然后我就特别想 做一个中国风的酒吧 然后这个 就黄上来 就坐在那个头上 那个就不是真人 这是我的一个 酒吧的设想图 坐在那个 这个酒吧的凳子 就像那个太监 太监在那儿等你来 然后就坐在他头上 因为太监是很受虐的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鸡尾酒是用 那个 这样用出来 对对对 这一杯鸡尾酒 就很中国文化的酒吧 但是我觉得 外国人们宁愿意来 因为他觉得 这个酒还可以这么挑 是吧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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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最近夸的 我在解释那个 大宗是如何灭亡的 然后那个 对 宋朝皇帝说我太热了 然后就付了块毛巾 就变成奇思汗 就出了汗 这个就是那个 对 他说我太热了 他说给我一块毛巾 他把帽子拿下来 就变成奇思汗 所以就变成元朝了 就是 然后就其实没有什么 比如说我当时 因为这个 成奇思汗这张图 就到处都有嘛 只要讲到中国历史 或者讲到蒙古 讲到那个 元朝都会有成奇思汗这张图 然后我老想 这个成奇思汗跟出汗 有什么关系 就是 其实也就是一个问题而已 后来哪天 我就把它这个 逻辑关系理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 可以变成这样 这个也是的 我这个题目叫 禅于追杀中国皇帝 这个禅于在雪地里 追杀中国皇帝 结果中国皇帝就划了划走了 也是因为 这个我觉得是想 帮助这个 这个外国人理解 中国的各种服饰 是什么样形状 他就有一种 有趣的方法去联想 去记住 跟他文化有关的方法去记住 我说这个是百年梦想 也没什么道理 因为中国在北京 就看有这种景象 隔壁是个操场 这边有两个狮子的门 是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有什么意思 但是不一定有 这个也是我用 那个三国演义的方式 画那个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竞争 你看他切了三刀 就变成那个阿迪达斯了 这个刀是耐克的标识 然后我就叉叉叉三下了 而且运动中才不会有那个阿迪达斯 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 不好玩 还有这个我画过一个中国的那个将军 他在思考 这个未来的武器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桌上有那个梳肘 有茶壶 然后他大大大大突然搭出两坦克 但是这样当然 就是预见性的中国将军 但当然也不可能 这个是我画过的 我说为中国的火箭 画涂装 我可以有个方案 中国的卫星 就是你画成这样一个人的形 然后出来就是个灌帽 一个卫星 就觉得那个 在海空当中 别的国家的宇航 也马上是中国的卫星 知道吗 这个我诸葛梁的扇子 只有WiFi 就是他要运筹一份千余万是吧 对对对 这个我也是 很无礼头 这个宫女跟她施个礼仪 然后她施得也就特别像那个 剑饼的标准动作 男生也有这个礼仪的方法 其实这个没什么意义 只不过让大家记住 中国有这种礼仪的 跟某种形体的动作很相关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但我就觉得就是 记住 通过这种可以记住 中国文化的一些表面的东西 很好玩的方式 人物 刚才说了公平的话 其实可以一直画下去 因为中国朝代太多了 富士太多了 然后每个皇帝都有不同的排场 是吗 这个可以画好多 只要是你从很小的地方入手 就会很有意思 然后还有很多中国人物 我画过很多 就是 莫言和鸟书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一个人 就是戴了一副墨镜而已 就是 这是我看 因为那年正好是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鸟书 这个 钢囊style就突然特别流行 他们两个老在电视上出现 然后我觉得 我就很像的 我觉得 然后我就为什么像 我就把它画出来 其实真的很像 我其实就画了个莫言 让我再带给莫言 然后这个是我画的 姚明和一剑林 我觉得他们这个配合度 很完美无缺 如果能在一起的话 这个是毛泽东和草剑民生 正好他的展览在这 纽约 然后那个 我觉得亚洲人 他老了以后都是一个样子的 无论你有那个政治的power 或者艺术的power 其实人到最后还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智慧 有毅力 有 就是我在一个机场 我在等飞机晚点了 然后我就到处看到航空公司标志 我想我我就因为我对这个视觉符号很敏感 我就把他们编来编去想编出一个东西故事来 然后我就我想起一个叫三个臭鼻匠抽成一个诸葛亮 然后我就画了我觉得这个国行的特别像帽子 东行的特别像那个胡须 南行的是把扇子 然后我就把它统一起了 然后我在微博上放出来以后 然后很多人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三堂航公司要统一了什么的 因为好像坊间的流传他们要合并的那个谣言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引起了一大波讨论 好 这个是我画的金正恩 但这个被删掉了 我画的什么呢 我就当时说 那个谁能押住金正恩 所以上面是个石大大的石子 哦 所以那个 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个 是吧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谁能制止住金正恩 我的理解啊 我觉得中国只要不支持他 他就没办法 是吧 但是现在看到人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 我说起金正恩 我还画过一个这样的金正恩 就是和 和那个 Rocket Man 是吗 Rocket Ball 我还画过川普啊 我每天吃早饭 我觉得这个Cosan很像那个 他的头发 然后我就在上面加了一个 这个跟中国文化没关系啊 就是我就是说到人头像 我就把它放上来 那其实我觉得 嗯 中国的食品 也可以画中国的人物 就是啊 这是一个思路 就是可以画下去 好的 还有中国的字 那么我们的文化 字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我也画过 想过 怎么用字来做一些图形的 幽默的一些 各种方向的 扩散的想法 然后让大家记住中国人的字 这是我写的一个叫 小心上钩 但是这要解释才能懂 你也可以解释另外的 是吗 用心来勾引 用心来钓给你 这是我画的一个 就是洗脑 我叫这个 然后你用那个 这个洗脑的方法 就形成那个垃圾箱 就是 这个也有点敏感 但是这个信号没有被删掉 有人还在我的微博上 这个我还做了个动画 这个动画就好玩 但是我准备了 这是我理解的 日文和中文的差距 这个上面那行字 真的就是日文的茶话 然后就是中国的茶 我觉得这个日文的茶话 就是中国的茶话 掉在地上碎了 日本的文字 可能也就这么来了 有个日本的文字设计师 做了很多中国字的模型 然后我们人字在坚持什么 就是日文 对 好 我觉得忘了很像佛的 那个智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忘了特别像个佛 然后我就写了这个字 我特别想把它映成提示衫 然后叫什么废旺啊 不好意思 什么都忘了 就是我母亲节画的一张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中国的文字里 我觉得母亲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在一个房子里保护你 就是对女人要女人 就是我这个乱画的 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我全是一个现代的方向 就是我全是一个现代的方向 然后我第二天又画了一个 我说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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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字 既然是象形的比较多 所以你有很多 烂七花花故事可以想出来 是吗 如果我觉得大家想到了 都可以自己画画 或者分享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 告诉外国人 字是这样 还有吃的 吃的中国 那个中国的 中国的菜是很有名的 在世界上 所以如果你用菜来画一些幽默的东西 那么更有意思 可是我画过的一个 对 我觉得这个蒸楼里面像相符的人 但这不是中国人啊 就是我的 我是觉得包子就像热扑扑的 那个 那个 像 我把它做了一个模型 真的用蒸笼做了好多 这个在家园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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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拉面 特别像古琴 古针 然后做完了一碗面 就一吃就变进去 对 对 这是中国文化的发展线索 就是吃的 这是我画的驴打管 他说我给你吃个驴打管 然后我那个小兔子一吃就变驴了 对 对 我觉得大家也不理解你一段种吃什么 像我们南方人都知道你一段种吃 对 然后你就画给他看 他大概知道 当然吃更多也没什么关系 是中国很多的珍珠奶茶 然后我就 我说珍珠奶茶是奶茶装中的警察 他有这个力量 驱赶打架的别的奶茶 这个饺子 这个饺子 对 它现在弄得更好看一点 像我们拿一个 睫毛夹 睫毛夹夹一个好看一点 挺一点 或者翘一点 这个 这张画很出人意料 很受过外国人喜欢 我觉得他们根本 我觉得不一定能理解 但很多人能理解 一个就是饺子和这个 Ä Kash 라� 在法国也是很多人买我这个画 这包子 而易景就是那个 奇才干层被试掉之前 买一试 因为这个人 所以你 我还ves到很多那个小笼包 这个也是 就是中西方文化 那个包子跟面包在吵架 到我睫毛加倍 在法国也是很多人买我这个花 这个包子 不是意境就是那个 奇才我被吃掉之前 来一次 很多人 吹一瓶 吹一瓶 我还还忘了很多那个小笼包 这个也是就是中西方文化 因为包子跟面包在吵架 然后他说你如果是你上海潮 他就放过来这个面包机就冲上来了 然后打起来了 然后中西方大团圆了 这个我觉得中国人外国人也看得到 因为纽约到处是这种小笼包 外国人知道小笼包是什么 还有些国粹文化 国粹文化什么呢 就是说 罗伯冠 这个我以前画过的 他是在那个制审的 在制审玩 就是那个太极拳的招式 这个怎么让外国人理解 这个怎么弄 这个招式就让他来弄 你敢撑 就教你怎么把那个知识做回去 其实如果做一套城市 每一个都有一个这样的解释 我觉得这本书也很好玩 是吗 还有招式 我觉得这个太极拳在投起包 然后把钱拿出来 然后这个人发现了 他腰痕 就是这个特别是很太极的一套招式 我是原原本本按照这个招式画的 就给他赋予了一个故事而已 这是我们的冰箱球 我就设想冰箱球板的感受 我就觉得很担痛 担痛 这是围棋 这是我以前画过的一个 就是我觉得猫吃盆子 就是特别像围棋的那个盒子 里面的小饼 这个小饼干 然后这个猫吃饱了 没事干就鱼了一下 就应地之宜 就地取材 就可以下围棋了 现在反正也被阿华狗破掉了 大家不学了 只有摆摆样子 就是中国公司自拍 李小龙外国人很喜欢 所以这个图也很多外国人很喜欢 就是中国的杂技 如何就是节能方法洗衣 你不要插电 不插电洗衣 这个杂技也能做到 就是滚筒洗衣 对环保这个主题特别符合 这是我画的兵马俑 然后那个兵马俑 他说 你知道那个头是怎么掉的吗 他说我不知道一摇头他头也掉的 因为我看那个兵马俑好多头都没 不知道他这个头去哪儿 也没块板解释一下 为什么能够没头 我觉得这块板可以放在那儿 让外国人看到 有外国人也问这种问题 全都问那么多头怎么样 我觉得熊猫 我觉得熊猫他如果吃惊尖叫的话 就像那个电影里的那个精神尖叫 是吧 那个Screaming 里面 熊猫有他可怕的里面 就是他们俩在看恐怖电影 然后他的恐怖还删了 这茶文化 茶很开心 就被人喝了 他就轻松了就可以跳 这是麻将 我这个说是二饼大加二条 他们因为 他们上面印的是这俩东西 流星垂赫那个双结棍 还有 就是 对对对 我一直认为那个 那个爱思继某人这个东西 就是麻将牌打起来的 然后北极熊过来 说我要玩了你让开 这个北极熊是熊猫演变的其实 这个就是我以前画的 后我们家隔壁的工地 晚上就工人都走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车都在用砖头在打麻将 就是晚上工地是什么样的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还有很多节日 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节日 我画过很多节日 刚才比如说元旦 就是一种节日 还有很多中国的节日 比如我在画的一些 比如说这是七夕情人节 因为在一年建一次 那个牛郎跟牛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再要那个时间不会太长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也被很多人转 那个时候那个七夕情人节的时候 就是清明节 这个吃青团 然后那个熊猫说你有没有青团 他说有 因为熊猫那个吃那个竹叶拉出来 就是绿的 这个是真的事情 就是 然后他就 这就是群团 对 对 就诸如此类 我喜欢画节日 我还有很多 我没放进去 因为我中秋啊 春节啊 就每年什么年啊 动物啊 我都会画 但是有的画的好 有的画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 要解释中国的节日 给全世界的人听 可能用漫画是最好的方式 那你跟他讲一个历史 人家也不大相信 是吧 连希腊神话他们都不相信 就是说那种 还有一些宗教的 宗教的我画过这个 佛 就是这个 我一直想这个佛 这个手势是干嘛的 我就 拗补了一个他的动作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对佛的不尽 是吧 因为禅里面是 佛是无心的 你不要去信这个佛 所以我觉得 也是有道理的 还有这个时候我画 有一个人在问他说 你告诉我佛说 人死后什么样 然后那个佛就下来走了一圈 就是个骷髅 这个是解释一些哲学问题的 非正确的方式 还有些当代的 那么当代的中国人的生活 就是直播 就是直播 很流行直播嘛 流行直播 我觉得猪八戒直播是个容易 因为我 我去参加很多活动都是 一个人有好多个手机 加好多个 我觉得这个猪八戒直播 就是月宾 这是我在纽约画的 正好是那天大月宾的时候 我在看转播的时候 看是不是有人想自拍一下 对对对对 我想这个海底的张尼 他收到了一个快递 然后他想把自己装饰成长城 海底长城 就是我觉得 中国的建筑跟胡子有关 每个国家的建筑风格跟胡子有关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建筑这样 外国的建筑是这样 这是我很久以前老化 还有这个就是 他们在问 他们说我们换了发现 以后为什么球打热了又臭了 然后原来他们说加油的时候 像个大蒜 这个也没有什么道理 这是我画的我们上海人家的嘴 然后我们上海正好在 凭全国卫生城市 然后就要发动起来 来做大扫车 就是那种 后来这个被建筑界传了好多 建筑师传了好多在中国 这是我画的牌当中的一个 就是我用这个牌画了中国那个 汉服的场景 唐博古典秋香 或者是都可以 两穿某椎一排 是吧都可以 就是这个 然后很多 我有个山东的一个女粉丝 十九岁 她就拿我这个硬要去纹身 我一直劝她 我说你千万不要纹 我说一个是纹身之间很大的事情 你这个做了决定 她又不能后悔 我说还有一个就是 我画这个就挺难的 我要把这个位置对准 变成一个人 我说那个纹身师不一定有这个水平 对不好怎么办 结果她还是去纹了 我没给我看照片 今天讲的就是这点 这个就是 就是外面天冷了 大家要添加衣服了 天气凉了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大概就这些内容 就是一个是我是谁 然后呢 我是做了一些对中国文化 如何用国际化语言 或者一些幽默的方式 来做一些交流的可能性 因为我这个没有系统 其实我特别想以后 从轻化一遍 然后给她编一个线索 好玩的线索 我的线索还不好玩 就是鬼鬼类啊 什么宫廷啊 服装啊 吃啊 但是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线索 我想把它编成一本 能够中国人可以给外国人 看的书就是讲中国文化 能够让他们觉得 中国文化也是很容易 很伟大 然后很容易记 也很好玩 大概就是这样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问我 谢谢 坦克老师 我最早知道它是因为 它一起做了一期演讲 然后也是讲自己 一些创作灵感 怎么发生的 然后那时我是 其实听不音 然后你们可以想象 如果你们听这个演讲 然后看不到画 只是听到 它在上面讲 然后像一篇笑声 然后听完录音 我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的去上微博 把它所有的好好都看了一点 然后感觉真是 其实非常非常佩服它背后的那种灵感 那种那种巧思 后来我就知道 坦克老师是学数学的 后来我就感觉 totally make sense 是吧 它背后很多逻辑 其实你看 不像坦克老师本身说 完全是无理不无疑 其实背后是 是完全是有那些逻辑在的 就是当你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一些灵感 然后后来我又知道 坦克老师是一直从事广告行业的 所以我又理解了 它能够以这么一种极简 精简的方式来 用这么一种小的底部 来表达这种丰富的创意 所以我觉得它这种经历 也是非常有关的 所以我想问坦克老师 就是说像我刚才看里面的一些画 它居然出现了台词 这是我第一次出现这个台词的话 然后我感觉这些画 它已经某种程度已经超出了 一个碎片画的瞬间的灵感 它好像更像一个有情节 也有故事的一个段落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去做一些更长篇的 比如说更完整的 带有一些完整情节的 而不仅仅是一些碎片化的 一些敏感的表情 我的梦想就是做这个 其实我如果不做宝告 我就特别想 因为我觉得中国没故事 因为你们都生活在美国 像我们在大陆 中国 然后你看有没有古装画 穿越 有没有就是 现在鬼也不能说是吧 鬼和第三者 上位也不能说 反正所有的就是 那种带来戏剧性的东西 色情也不能有 然后鬼不能说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中国就没故事了 但是我觉得创造力就是在一个陷阱底下 你还能发现有趣的事 所以我就特别想在中国写一点 中国的那个 我不是写了画 一些视觉性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 比如说 我很喜欢西区可可的电影 就是我觉得 当今人减压最好的方法就是 看到别人很恐怖 所以我觉得 中国有那么多城市 城市有那么多阴影 然后那么多人勾心斗角 肯定有很多故事 那么你只要不触犯这个底线 不要有小三上位 不要有鬼 然后还是有很多故事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想画这些 因为我觉得 很多这种恐怖故事就是 其实你就记住一个画面 就是欲联后面有个人拿着刀 是吗? 也许你过了几年 这个故事什么你都不知道 你就知道这个欲联后面 有个人举着刀 所以我觉得 恐怖的是 就是视觉化的东西 所以 当然对我忘了说 我特别想写恐怖故事 然后那个 所以我就想 然后我去了 因为我在法国做过展览 然后在欧洲这种 那个绘本的文化 很有意思 他就说 一些插画师 然后呢 他总是有一群写手 就是script writer 就是写那个剧本的 然后呢 他们经常是 要么插画师有个想法 我要写一个什么 然后就找个 剧本的writer 然后他们就合作 就会写一个故事出来 那么 我觉得中国 其实人才特别多 因为我自从 画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从通过微博 通过各种活动 通过展览 就认识了很多插画师 我觉得他们都是天才 就画得特别好 各种风格特别好 然后中国的文量力量也很强 中国其实民间的那个 会写东西人特别多 就写奇怪的东西 所以 所以我特别想把他们 这个召集起来 分成几个团队 然后就是 大家共识有个故事线 然后就写下去 写说五个故事一年 可能总有一个可能会 是吧 然后再用我的 我的微博的平台来 连载这种故事 因为你写出来 也得有人看 是吧 就是我就想做这个事情 但这个是远大的影响 就是 但是 还得花好多钱 是吧 就是 你不能随便叫人家来 创作 然后没有一点点回报 所以 我正在思考这个事情 要不要开这样一个工作室 就是我这一个想法 对 那您刚才提到 说您很喜欢一些 国外的非常 国外的一些插画室 然后我记得 我已经看您一次访谈 您也提到您非常 您有些话也是受到了 像纽约克的这个 就是 媒信有一个会有一个插画的这种 也是非常简便的方式 来表达这个 某一个 某一个想法 某一个主题 那您们再说说 再再聊 就再分享一下您自己 就您觉得哪些 就您的自己的风格 可以更受到理财 还有哪些 受到哪些 这个 作品或者风格的影响 嗯 纽约是个很天才的城市 什么样的天才都在这里 所以我其实最崇拜的 那个插画师 就是纽约 纽约克的插画家 Jean Christoph Niemann 他现在在德国 以前是纽约克的封面插画师 他画我们的纽约克的插画 然后他是 大师 我觉得他技巧也好 我觉得我技巧不好 我就想表达我这个想法 赶紧画完了算 然后好不容易上了点颜色 就感动得要命 怎么会这么伟大的自己 就是 然后那个他是专门插画 学校毕业的 所以就是特别厉害 然后纽约有很多天才是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comedy的writer 就是他们写 stand-up comedy的写手 然后本身也演演出 但是他们很多 想出来的笑话 都都说不出来 然后他们就画 然后也有很多这种书 你们可以看看 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 什么Martin的一个 我不大记得住 英文名字 就是我一般看到这个书 我就知道是谁 嗯 对 但是我很喜欢 因为我学数学吧 数学就是很简单的 就一直比一张纸 一个方程式 没有颜色的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黑白的 就是能够把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以前广告的一个原则就是 就是那个极简主义 是吗 我们的创意之道 老要让我们把一个东西 变成一个什么都不剩 你觉得就可以了 就是越少的信息越好 就像人给你一堆球 你只能接住一个 如果你画了很多 那其实你的message不清楚 所以我就特别崇拜这种 就是极简的那种表达方法 那您这次 你刚才说你这次 从两千多幅画里面选了三百多幅画 来 然后交给这个 这个 这次出版社来 集结出的文书 那您 就除了你刚才你讲 你觉得一些明显的 一些中国的元素 或者说根据您在 纽约做这些展 就您觉得哪些画是 您本来觉得 大家应该 能够辨得到这个点 但是好像 很难 大家其实很难辨到 或者反过来有些 你觉得可能 大家不太好练 但大家是 这种跨文化的 而是大家更容易 有灰心一笑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大家如果看那本书 可能会知道 就是美国人编辑的 选择 他选择都是让他笑的 可能当中有三五幅 比很多人 不一定完全理解 因为我问过几个外国人 他们都喜欢 那还有一点 我觉得就是 就是外国人的笑点 普遍地 很好糊弄的 就是让他们笑 就是很容易 因为我觉得像 拉丁学朋友的那种 就是特别热爱生活 你给我笑 我就特别容易开心 东方人反而很内向 就是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在东方证明过了 能笑 能到西方里面 在我在做展览上也是这样的 就是老看到老外在里面笑 我在中国展览不会 人家就这么大笑 都抖着嘴啊 自拍啊 自拍 行 那还有个问题 我就准备了 抛装引运一下 我想问一下 跟Toto老师 当初最早打赌的那位 说明话不完 你自己话的那位同志 他说了 给了您什么赌注 问的好 就是我这个人 没有商业脑子 没有 不会事先谈好这些 然后我很感谢大家 是我很 很知己的一个朋友 在北京 他是个北京人 北京的爷们儿 然后那个 他开一个叫幸福花园酒吧 我是这样认识他的 就是很摇滚的一个人 做文身 做说什么 对 做摇滚 反正什么都做 然后就是我的很多 那个 因为我 我在北京读了六 读了三年书 工作了三年 所以我对北京 北京的文化 其实是很 我觉得他们是很纯粹的 就是能够激发人的 通过骂人来激发人的 一个文化是很舒服的 就是我也受虐心态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种豪爽 黄澄澄下的那种自豪 就是影射了中国文化的自豪 所以我觉得 你要体会中国文化的自豪 就要找到北京人聊聊 然后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要体会 那个comedy的感觉 就街头找个黑人聊聊 然后 对对对 我还顺便说一下 我觉得我这个朋友 是特别有情怀的人 我就经常跟人说 就是 因为我在北京很熟 就是哪都去玩过 然后 有一次我去北京吃饭 我这个哥们就 请我吃饭 然后他问我晚上想去哪 他说我晚上想带我去个地方 我说我北京很熟 我待了六年 你说哪我不用去我就知道 哪个风景景点我都知道 他说 他说你跟我来 然后我就在晚上十二点半和一点 然后就去的那个 他带我去的那个东华门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 我已经了解东华门了 东华门就是故宫晚上 白天是旅游的嘛 从天安门一直到武门 这是一条道 那晚上这条道就关掉了 但是那东城和西城的人 他开放的就是 东华门到西华门这条路 就让北京的市民可以东边西边 不用绕着走 所以这条路是开放的 所以就是说 你在晚上是可以走到五门底下 然后呢 但是呢到晚上又没有人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睡觉了 一两点的时候 但那边好雄伟啊 就是你平时五门 你白天去看全人 你没觉得什么 当到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建筑在黑影里面 就是整个一个几何的一个光线 然后觉得特别伟大 就觉得穿越 然后月光 把那个广场照亮 然后那个 那个五门两个字溜金的 就从那角度突然溜了一下光那种 就觉得 就觉得这种 哦 才能理解北京人为什么这么傲 就是他们很自豪 就我们在航城就是 大家都来草拜 的确是这种穿越的感觉 特别正看 然后他跟我说 这就是他谈恋爱的地方 我带一个诚意了 谈一个诚意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 那个女生觉得她特别有情怀 难得找到就是 这个城市看烂的一个地方 还有这样的一个意境 就能带我来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朋友特别浪漫 所以 我觉得小朋友现在就 因为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城市的 就是 某个时刻 特定时刻 你觉得很内妙的一个 极限 疫情态 来 两个小问题 那个 那个 一个是刚才老少也提到的 就是 就是想问您 那个 您所特别喜欢的门法家 还有一些 出处处的作品 就是启发了您的一些伟大的作品 伟大的 这是第一个小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就是 在您长达七年的 长度一致一画本一会儿 就画的创作当中 肯定不可能是一直都是状态好 当然我想状态好就是很多的 但是有时候也是 就是 找这老师想的东西 您就是 您感觉有时候在这七年当中 到哪个时候 感觉大概 我记得我开销了 我这一本 我什么时候想 我什么时候用 大概这个节点 谢谢 谢谢 那个永远在路上 是吧 然后那个 七年了 就有七年之痒 我是 我是 其实 瓶颈 就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个心理问题 就是 你认为有瓶颈 就会有瓶颈 那个数学里面有一个 叫 那个 独立事件 是吗 概念论里面有个独立事件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次 认硬币看成跟前面有关系 那么 可能你认了十次是正面 九次正面 有一次可能是 概念论大会出现反面 但是你把它认为是就是 你第一次认 那跟前面有什么关系 那么 就是从心理上 你可以调整 比如说 你觉得今天就第一次画 你也不知道前面画了什么 我就今天想发现 一个好玩的东西而已 就到手找找弄弄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方法 就是让我避免这个 就是有这种 创作 那个枯竭的那个 心理的一个控制 然后呢 我觉得还有一件 我发现的奇怪的好事就是 就是有的人的潜力是 什么叫潜力 就是潜力你是不知道的 能力就叫潜力 是吗 你知道的就不是潜力 所以这个潜力是要 逼自己一点点 比如说 你非得画那天晚上 你什么都不想画 是吧 你就非得画 非得画 你如果真的去想的话 那你就会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以前想了一半 没想通的东西 是吧 那你是最简单 就把它再捡回来 比如说我画成绩思汗 就是这样画了好几天 我都不知道画什么 然后我就突然 那天一定要画我的 我就想 那我还是把成绩思汗 拿出来画 然后你就会 因为你已经想了一半了嘛 可能就会很容易 通过一个 过了一段时间 又把它接上去 那么如果你想的东西越多 时间越长 那么你积累的这种 点点特别多 这个没想完 算了放弃了 那个等一下 但哪天又接上去了 就是我觉得 还有就是说 你逼自己的时候 你的脑神经回路 特别活跃 也赶紧 也赶紧 做完 所以你就像 零食爆火脚一样 就是最后一天 特别用功 就是特别 就是效率特别高 就去想这些事情 但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觉得 反正 反正肯定是有想出的时候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其实失败多于成功 肯定是 你不是每个线索都想出来了 想出来都变成神经病 什么都能想出来 一个东西 就是 你就觉得放弃掉 再起一个头 放弃掉再起一个头 我就是这样 就是 认为失败是常态 就是你想出来是对的 你就放弃掉 然后再想一个头 然后这样的头 是越来越多 然后你积累下去 你可以慢慢慢慢把它 在以前里解回来 就说得容易做得难 然后 我肯定也有这个 因为人总有七情六欲 是吧 然后一会儿 碰到什么不开心的时候 也碰到一会儿 也会经常是想出来 但是不开心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 一些开心的事来 愉悦自己 所以 那时候也是个想的动力 就说得好 但是做得其实不一定好 你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 在对器材的这个删选上 有没有一定的那个边界 或者说就是 你觉得是 有没有 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器材 有些敏感度我就不错了 以好玩为标准 想东西 就只要好玩就可以 所以我可能以后 也不一定就化化 我特别想 因为我学供应设计的嘛 我是硕士学员工业设计 我特别喜欢做东西 做一个内容的东西 就像做那个冒厕所一样 我就特别想做一点这种 幽默互动的装置 我特别喜欢 就是跟人的这种交流 就是作品跟人的交流的方法 根本是只有那个平面 或者网上 你可以落地到现象 那么 其实我在尝试 把这些东西立体化 而且我觉得 像中国文化 我就特别想做一个展览 就是全中国文化 道具做的幽默的东西 但是一定要现代 不能就看那些龙啊 但是就是 就在想 我特别想用一个 苏州的园林 来做一个 中国文化的幽默的展览 正在策划 然后 对 其实我 我这些就是 国内很明显 就是政治不能落 开头嘛 是吗 就是这个 我一般画到一半 我就知道这个不行 其实我很能画实证的 因为你实证每天都是自己 因为你每天要找主题想嘛 但是很容易就 什么新闻就到你这儿了 然后 你就想画哪些不画 就这个问题 是吗 其实我是觉得 我每年校庭 我都不敢回系里 因为 数学系出了一个漫画家 很失败这个系 然后就是 我所以不大的回系里的 所以我想知道 蔡国老师怎么看待 说现在年轻一代人 我们所谓的少女化 少女化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逆反嘛 就是 你视觉疲劳 审美疲劳 就是我觉得艺术就是一种 就是叛逆 像音乐一样 所有的艺术就是 否定理主流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 人的 就我画也是一种 逆反批判型的 大家都说这个好 非要说这个不好 其实我画了很多 你说过我每年学雷锋 我就讽刺 学雷锋这件事 每年都被删掉 就是 我画过很多很好玩的 就是跟雷锋 有关的笑话 但是就是 反正都被删掉 但其实我觉得 我的个性就是 逆反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 每个人都这样的 我觉得 所以上文化也是一种 普遍迎合人心里 需要的一种玩法 不是吗 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的背景 怎么从数学 感兴趣到工业学籍 然后又漫画 这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能不能举具体的例子 怎么这样推演 怎么用你的数学的 这个 其实 推理 我刚才已经 某些话已经解释过了 其实我觉得 我就是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的风格就是 你感觉每一步都很合理 但是结论是很荒谬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每次画 就是像一个 做数学题的过程 很享受的 我就做在那推理 这个故事长这样 然后你知道 Graphic Design里面 有很多技巧 可以避免 就是让你感觉不像 但你可以把它拧成很像 就是骗人 欺骗的方法 障眼法 就是某个角度不像 但是那个角度就特别像 所以你要推演 能转到哪个角度 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都是我很理性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艺术家 我是 因为我广告公司出来 学过理科 然后我是 特别愿意让消费者明白 这个我创作的意图是什么 因为 广告总是要让消费者感动 然后买东西 是吗 就理性地告诉他 说服他这个东西很好 很适合你 你必须要有一个 那么就是 其实我是特别考虑 观赏者的感受的 所以不是艺术家 艺术家因为是 你不用管人家怎么想 你还换自己的东西 你有自己的厂家 有自己的美术馆 有自己的美术馆 跟我的纽纽约的那些同学吃饭 他们都是数学系 什么 新泽系一个大学的数学教授研究数论 什么的 然后都很厉害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 反正我这个数学已经完全不知道了 他们聊的什么专题 什么题目 我完全是雲理物理 但是他们说 他说世界上 所有的数学论文当中 那个三分之一是 这个结论不对的 然后推理也是不对的 然后还有三分之一是 结论可能是对的 但推理完全不对的 然后还有三分之一就是 结论也许对 推理可能对 但是也不是完全成立 所以其实数学也没有那么 那么大的成就 其实做下去了 所以我听了他们的谈话 我就很庆幸 没有人去 继续学数学 对不对 但学数学是很好的 因为我觉得 数学的终端 终极是哲学 是吗 就是数学学到最高的是很自由的 那种高强度 快节奏的生活 和一个创意的这种 像是这样 非常能打破各种边界 各种奇奇怪怪的 敏感的这样的生活 是进入的吗 我觉得 这是心理问题 就是你愿意选择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选择 你愿意选择紧张 你就会紧张 你愿意选择忘掉这个紧张 你就会忘掉 但是大家一般都不会意识到自己 有这个选择的权利 就是你会跟着环境去变 然后因为你不想决定 让环境 或者周围的事来决定 那我觉得 你适当地捡起自己的决定权 你就会发现 你能够很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 你能够很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 在家的事而已 就是这样的事 全是 钱也是个数字 是吗 也许妨碍不了你今天 下一顿的吃饭 你再下一顿能吃 然后也许你自己 给自己点缓一点 你就会看的角度不一样 也许会把这个事 也就是 理解得更普通 我是这样 我是逃避主义 就完全是 这个太紧张了 我就逃到那边 去帮我画了什么的 完全我不想跟这个世界作对 因为我觉得我太渺小了 然后也没必要去 用人生短暂是吧 就是纽约的天 暗得特别快 我到纽约来就觉得 这个时间好快 然后那个 就是赶紧要做点自己的事 可能一到国内觉得 这个时间好多 我就没想到这个了 我想问问您 平常灵感都存在哪儿 就是假如说 你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是会照照片吗 还是写在哪儿 我不会的 我就是想保持 每次创作都是独立的 然后呢 我特别不会记 就是 然后我也 我觉得我越 年纪越大越健忘了 然后我觉得我画画 一日一块是来治疗老年痴呆的 就是 我经常想的一个想法就没了 就忘了 然后我也喜欢记不记 然后你知道吗 笔记你记了 你穿换件衣服 我永远是找不到 那个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我是一个生活 特别不能 就是很自理的 就是不能自理 对这种想法是不能自理的人 所以也好 因为有时候 这个想法会 过了好长时间 它又冒出来了 就是我试了很多次了 包括现在信息爆炸嘛 这个微信我根本就记不住我 人对不住脸 就架好了以后 然后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我是经常 就是记不住我 您现在还在开广告公司做创业方面 那就是您在广告公司做的那些作品 和您的那个漫画作品 会有共同性 你怎么还会特意的避免 嗯 其实我特别 现在越来越想做广告公司的 因为 因为广告公司是个服务行业嘛 你就是配合客户 他是导演 你是执行 然后他因为他花钱 让他给你挣钱 你只能听他的 你说你这个最好 他不认为这个最好 所以其实 我是现在特别讨厌这个事情 但是我没办法 我觉得我画画也挣钱 是吗 在国内你想 国内的书比这边便宜很多很多 版税更少 就靠一个作家 不会出现像哈里波特作者一样 富可敌国的作家 我觉得在中国永远不可能 然后 那个 所以呢 我就 还得做广告 其实是为五斗米作用 然后 但是呢 我尽量是在 因为人 毕竟还是会被创意感动 如果你给客户提供的是 很有创意方案 那么就会 你有成就感 又可不可以 创意把你的想法做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 机会越来越渺茫 因为 我就耐心越来越没有了 年纪大了 他不喜欢 算我们不做了 就是 不会像以前 我们再试试 我们再试试 所以我觉得 跟年纪有关 你好 我刚刚听到您提到 就是说 你觉得你的漫画作品 很多时候呢 美国人其实 他们更容易笑 更开放 我觉得你刚刚说 对这道原因 可能是因为文化上 本来就开放一些 人的笑点可能是低一些 另外一个我个人感觉 就是看你的漫画作品 是等生你的线条啊 然后你的图啊 还有你的笑点等生 就很适合外面 所以就是 因为我本人也在里面生活啊 所以就是 觉得对 美国文化的 西洋文化的这个了解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 就我没有看到你本人 我看到你的漫画 我觉得 这个漫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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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笑点 外观人的目标都不改得到 然后可能中国人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去想 然后才会 立立就笑一下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 我没有看到你本人 就是 你没有这个讲座之前 我会觉得 你是一个 我就是 说的不好偏偏偏 可能会比较惨畏一点 就是说 怪别人喜欢什么 你可能都会挂什么 但是我 这次参加了你的小作 听到你说 你看到生活中有趣的东西 你会记录下来 其实我觉得 你本人可能就是一个 非常有从心的人 非常喜欢在生活中 翻译一些乐趣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自发的 然后就改变了我之前的偏见 你自己更喜欢画的东西 和别人觉得 你画得真好的东西 就是会不会对你的 其他材料的选择 或者你创一创有影响 每个艺术家的高潮不一样 是吗 我是觉得 被人理解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想法有共鸣 或者你这个想法出现不好 我觉得我是依赖于观众反映的一个艺术家也好 或者超话师也好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不一样 那么就像剧作家一样 如果你写了剧本 然后大家都没觉得这么好 我觉得他也没有成就感 是吧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这个外国人的件事 我觉得可能我在国内跟你们不一样 就是说 比如说你们在这里 比如说主流 是外国人 是吧 主流文化 是英语文化 我觉得在国内很奇怪 反而那些外国人很惨美的件事 就是跟你说中文 然后尽量想了解你这个文化 我碰到一个 我的朋友是湖北工业大学 他跟我介绍他的学校 他就说 我是湖北工业大学什么的 一个美国人 有学生 老师 对 教英文 在那 然后他在湖北工业大学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说我们湖北工业大学 就是我们湖北的哈佛 他说 然后就是我觉得 他这个概念很奇怪 就像我们中国人在说 这个 这个 在美国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一样 然后 还有我觉得 外国人很积极地去理解 这个 寄中国的文化 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 一个 法国人 西班牙人 忘了 然后 他说 他特别爱吃那个 肉夹馍 然后 然后他中文其实很差 但是他那个 肉夹馍 说得特别好 然后我说 你那个 你怎么记这个肉 说肉夹馍 你说得这么好 他说那个 然后我就去记那个 007的第一个演员 叫Roger Moore 现在记这个叫肉夹馍 他还希望我画一个 Roger Moore在吃肉夹馍 所以我觉得 可能环境上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上海也有那个 stand-up comedy 是吧 由外国人来讲 英文的 comedy 也有很多中国人上去讲 我特别希望马冰老师能够 去上台讲假 没听到就算了 没听到就算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接受文化就是 可能中国的外国人 特别想了解你们的文化 感觉好像跟你亲近一下 让你们觉得能接受它 可能到这儿就不一样了 我希望 对对对 希望能更多的了解 纽约以后多来传承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人 特别有素质 然后大家推中国文化的态度 也是很认真的 不是那种 我觉得纽约已经出现了两代人了 就是以前的中国人 和现在的中国人 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态度 我觉得我又顺势而为 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小的小故事小概念 我觉得很好玩 我能把控 然后我现在对自己 比如说要画长篇故事 我其实还就说 说不说老半天 其实还真的做 我觉得还是有点自卑 就是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到时候万一不行 我又特别好面子 你也就是 雷声大雨点小 但是我觉得 自然你心里面有这个火种 然后你还是特别想做的 但是我觉得 人也有潜力嘛 就是 你永远不知道 是吗 你哪天能做到 所以我不想很深的事情 就是 就像我觉得 就不能好好享受生活了 我觉得 就是 我可能就是这个个性 我就好奇 你是怎么觉得 幽默和严肃都是被坚弄的吗 你共同吗 没有 我其实 我 我其实就是 你知道做广告里面 就是要感动别人 什么打动小费者 其实我就想做的是 感动别人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这种 任何感动人 魔术师 魔术师 他可以 让一个瞬间变得特别感动你 然后 欧洲有很多街头艺人 他们就是那种clown 就是那个小丑 他们即时地在街上 让你开心 能够让你给钱给他 这个都是很硬的功夫 就是 他们能够瞬间跟人互动 然后 让大家笑 就是让你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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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给他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喜欢找到这种感动的点 但是呢 其实幽默是最容易 达到感动人的一个感觉 所以 我一般是找到这个感动人的点 然后可以变成很好笑 所以我很容易把它变成很好笑 但是有的也是 我觉得感动我了 我就把它画下来 别人也会觉得很感动 而有很多乱画 不是乱画 我们都画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插图 是个意境 没有什么笑的东西 其实 很多很多 就是 就是 我因为拿出来都是搞笑的 其实我画的很多 都是一种意境 就是 所以就造成了前四年的时候 都是大家睡觉前看的 就是 因为我也是睡觉前画完了 很多人就 等着 看完了就睡觉 就是 那种 并不是说要笑一笑 就是觉得你给他另外一景 因为人类永远的主题 爱啊 恨啊 悲伤啊 开心啊 就是你可以自我投射 你晚上得到了一个什么信息 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就是这个 我觉得 就是我 我觉得我希望我还是这样 有代入感 不管你是想笑 或者想哭 想思考 好 好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们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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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